小帅本是上流社会妥妥的富二代 本应该享受美好的青春年华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大壮的口中得知 自己的父母经常参加一些不堪入目的派对 这一消息对小帅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为了弄清真相 他开始着手调查这一切 次日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昔日好友大壮突然离奇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 大壮的脸颊就像鸡蛋一样十分脆弱 就在小帅一脸懵逼之时 家里的管家貌似知道一些什么 他和小帅相约明晚在后山上见面 可当小帅来到指定地点之后 却发现管家的汽车撞毁在了路边 只见管家的脖子已经被人割断 这种迹象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他壮着胆子偷偷潜入了派对的会场 可不料被当场抓了个现行 此时派对的异行人也显露了真面目 只见十几名少男少女相拥在一起 他们的身体开始逐渐融合 很显然 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而是一群外来变异生物 吓得小帅急忙躲进了二楼的房间 可他却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母亲正躺在床上 身体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异 两腿之间居然长出一颗脑袋 一旁的父亲也没能幸免 帅气的脸庞也长到了屁股上 而小帅最终也没能逃过这群怪物的魔爪 被迫和他们融为了一体